所以我們很高興 我們是這邊的主人 那我就直接去錄主題 今天你們來到這邊 是連舉人的家 那連舉人的家呢 我們要就是說 他中舉的時候 皇帝班給他文貴 有沒有 文貴 那我們簡單的去錄一下 三合院它的象徵 象徵就是說 以前都是阿伯 阿伯阿祥 阿祥有沒有 很多人住在一起 當爸爸媽媽的阿祖 當然是希望他的兒子 那怎樣 和樂 所以三合院的門 都會朝向中堂 就是對家族 我們每一個人 對自己的家族 有相信力 團結合作 互相幫忙 然後上面比較高 兩天比較低 是長幼有序的居住方式 大房 二房 三房 四房 五房 六房 東鄉西鄉 媳婦跟媳婦間 我們國語稱為什麼 四房 東鄉西鄉 東鄉西鄉 典故 東鄉西鄉 典故就是這樣子 對這樣來的 相處得和樂 家庭和樂 那如果不和樂的話 就容易有一個詞 叫什麼 東家長矽交短 這個典故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 那邊有個洋雕有沒有 這邊有個堂報 洋就是仰望 我希望得到什麼 那我們知道古人讀書很通達 都會用動物或血印來象徵某件事情 那皇帝對當是龍嘛 以下精神不能用龍 百姓都不能用龍 那他為什麼用雕 雕就是在動物的物種裡面 也算是一種很有靈性 很有智慧 很珍貴的一種物種 那我剛剛提到智慧 就是仰望 就是我們的人生旅途 我們這一輩的人生旅途 我們的人生要有一個快樂幸福的人生 我們要學習有智慧 有智慧不管做任何事 上班也好左右鄰居也好家族也好 大家的互動是良善的 就是說世間講的嘛 大家都知道的善有善報嘛 我們希望我們的生命是平安健康快樂的 然後幸福也滿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學習有智慧的 智慧跟聰明不一樣 聰明有幾個過半 聰明反備聰明物 小聰明自作聰明 有沒有這個效果都比較不好 那如果說為人處事很好 大家久了讚美禮嘛 美名聲嘛 就像有時候表揚好人好事嘛 那人性的弱點被讚美久了會怎樣 會驕傲 然後慢慢行為 言談就偏了對不對 那就不好 那所以這邊為什麼常報 報也是有光芒的對不對 要把光芒怎麼樣 收斂 收斂 對 就是要懂得謙卑 當有人給我很多讚美的時候 難免會快樂一下子就好了 之後趕快懂得謙虛 我們做得到就有福德 我們的生命就是靠智慧跟福德 帶給我們看要怎樣的生命 幸福快樂的 就是智慧跟福德 做得到才有 那我們看那個窗戶 窗戶那個基數對不對 對